吹个球啊 吹个打气球啊 吹打了气球 玩球球啊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啊 一个气球啊 搞了这么大动静啊 这两天都刷屏了 一看到这个事啊 脑海中我想什么呀 大话西游里边猪八戒啊 跟着唐僧啊 去西天取经啊 猪八戒就哼着哥啊 吹个球 吹个打气球 吹个气球 玩球球啊 多大个事啊 首先就是多大个事啊 当成新闻来吵 咱们得来看看这个事吧 啊 既然大家都在讨论 咱们得过一过啊 核心提要2月3日外交部就中国无人飞艇 因不可抗力啊 误入美国领空表示 该飞艇受到西风带影响 严重偏离预定航线 在事实之前大白之前 就是进行投机和炒作是无益的 西风带是全球大气流 大气环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啊 然后又讲到这个啊 关于这个气球啊 有可能造成美国本土袭击啊 啊 这次的气球飞行到了美国本土 但使用气球进行侦查效率啊 这个效率是很低的 而且是不可控的 所以此次它的气球明显是属于气象用途的 不同的是以往美方的做法是让气球飘走 不去激热它 也不宣传报道啊 这是气球的航行路线 最上面的是中国 从中国的西部地区啊 然后翻过半个地球啊 从美国阿拉斯加入境啊 他没敢入境俄罗斯啊 如果说从俄罗斯直接飞过来 不更近吗 直接就是从阿拉斯加入境飘入美国啊 看到这个航线呢 我觉得不太像是啊 这个什么 大气环流冲了 有点这个人工操控的意思在里面啊 为什么他不从俄罗斯飘过去 这有意思啊 我们相信这个高宫建设区球属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也承认了啊 这个球呢 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啊 有意思啊 但是中国呢 他是怎么说呀 说这个气球啊 不是我们控制的 是属于是自然现象啊 这里又普及到一些这个啊 什么什么地理的一些常识啊 什么哎呀 副极地低压带啊 什么中卫环流啊 低卫环流等等啊 极地东风带等等等等 这里就不做过多的普及了啊 之前学地理 我地理的成绩还是比较好的 这个图呢 当时考试都考过 初二的时候考试都考过这些图啊 那时候我地理还考96分呢 老师奖励给我一个硬皮本啊 写作业的啊 不吃了啊 就说这个事啊 中国官方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 就是这个球啊 不是我们控制的啊 是它自己飘过去的 属于是一个不可抗力的因素啊 那么这个话呀 是分起说的啊 在国际上我可以说 这不是是我控制的 在国内呢 呃粉红呢 可能要高潮一波 你看看我们中国的气球啊 可以入侵美国的领空 实际上呢 他这个高度啊 呃也已经是非常高了 高度达到了15000米啊 已经怎么说呢 不太属于一种啊 就是说领空威胁吧 这个55000米说的领空威胁 不威胁 这个 它也存在一个模糊的地带啊 你看那些什么卫星啊 动不动发射卫星发射卫星 那都是在一个什么近地轨道 那飘到美国上空了 那算不算是对美国领空的威胁啊 你这里就存在着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模糊地带了啊 中国的官方说法是啊 这是不受控的 呃 那么你从这个流浪气球啊 又想到了一个流浪地球啊 那你就能够看到在电影里面啊 不管是流浪地球第一步还是第二步 这个中国这个政府的力量啊 中国科学家的力量 中国军方的力量 在里面是占了十分重要的地位的啊 在电影里面 中国的科技能够控制地球啊 能够左右这个整个人类的命运啊 能够推着地球啊 在太空中流浪啊 这是在电影里面啊 还有观众啊 看完之后牛逼中国科幻牛逼啊 流浪地球牛逼 那么现在呢 是不是也应该在高潮一波兴奋一波啊 牛逼啊 中国流浪气球牛逼啊 吹个大气球啊 这个玩球球啊 玩了美国上空去了 美国都不敢打我们怎么样 美国都不敢啊 就击落他 川普说嘛 来了你就击落嘛 对嘛 其实你击落了又能怎么样呢 其实你击落了 是吧 那美中国他也是认灾啊 你是在美国的上空是飘飘过来的 我想击落我就击落 对吧 我怀疑他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啊 你击落击落他 你又不敢去击落他 然后呢 又在网上叫叫叫啊 说你入侵了啊 这里也有点意思啊 不过呢 事归这么一个事啊 我认为啊 他不是多大的事 但是网络上呢 就把这个信息啊 开始去拔高 无限的放大啊 怎么说上高上下啊 说是这个中国入侵美国领土了领空了 入侵美国领空 你倒是出兵打啊 我支持美国出兵灭了中共啊 你打啊 又不敢打啊 只能够说这么一个事情啊 在网上去炒作啊 外交部毛宁强调中方目前正在努力调查 希望与美国共同努力冷静慎重的解决这些问题啊 你要说中国得罪美国呢 就是说是嘴上很强硬啊身体很诚实啊 表面上有时候说什么你美国你帝国主义了 你美国有时候你这个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了 你对中国你实施这个经济制裁了 然后话锋马上一转啊 这会破坏中美两国的友好 这会破坏中国两国两国的这个经贸往来啊 然后呢 再去呃说啊12345等等等等等等啊 事是这么一个事 不过网络上都在铺天盖地的讨论啊 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稍微的看一看网络上网友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啊 在这里啊 微博和微信对施工气球有不少人相当嗨啊 这是在中国国内啊 小粉红高潮一波嘛 不担心这有使得美国政府和中国对抗啊 变为美国社会共识的风险 然后呢 还有说近太空气球目标打击尽的方面比卫星更有利啊 这就是从科技角度 从军事角度来分析了 美国也有相应的冷星计划 不过对于制造精确度比美国差得多 而中国而言 气球禁地侦察对和平美国本土的重要性明显更大 你绑核弹啊 其实啊我的这个个人的观点呢 呃跟这位朋友呢是最接近的啊 看你们对气球的愤怒啊 我就乐啊 我现在完全是处于一个无外形人心态 你们气炸都没用 归根结底还是看民主党家华尔街的心情啊 这就是活的通透啊 活的豁达啊 多大个事啊 一个气球啊搞的啊 这样啊 飞越半个地球去看你啊 共军做廉价的侦察试验 无人驾驶飞艇 经过日本飞越阿拉斯加加拿大 进入美国本土 无如无人之境 一路拍过来 图像清晰 可以想象如果飞艇里装的是氢弹 到了遥控地点在爆炸 那么后果严重啊 美苏冷战多年 苏联不敢干的事情 中共现在敢干了 建议美接收飞艇啊 然后查然后再去查这个事情啊 现在又是把它上升到一个核战争 不核战争 这个核战争能轻易打吗 这个核战争也不是说轻易打的啊 那怎么可能就往上面绑核弹 你不要命了啊 你得搞清楚一个事实 咱们有时候你看问题 你还不能够单一的去看信息 什么在上面就放核弹放清淡 把美国给和平了 对中国有有什么好处啊 其实对中国对赵家人没好处啊 有这么多那些高官啊 王岐山了 哎呦 习近平了 家属在美国呀 在澳大利亚呀 是吧 如果说美国中委开战了 那你这些高官这些赵家人 首先他们的资产 那这次真不开玩笑了 之前打火炮 说我冻结中共的开战 如果说真的 你在上面绑一个核弹绑个清淡 那你想想中共那些高官赵家人啊 官二代 富二代 红色 红二代 他们的美国财产是不是都会被冻结 那肯定会被冻结呀 你看二战嘛 历史上不是没有先例啊 呃 日本对美国发动这个争主港袭击 然后呢 在美国的日本人 是吧 很多就是说不行 你们这些日本人 我怀疑你们都是日本的间谍 我得先把你们都给关起来 对吗 这是有前者之见的 如果说中美开战谁倒霉啊 首先是那些红色家族 他们倒霉 跟中共有联系的他们倒霉 你要说这个外交事故 不至于外交事故 过几天这事就大事话小 小事话无了 呃 中国都在美国 这个都在白宫都开春晚了 呃 你还担心这个事情 还还还什么还没意思啊 今天这个节目呢 也就是蹭一蹭啊 热点不热点 稍微说两句啊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又不是说中国的什么 歼20飞飞到美国了 那是大事 那真是大事 那一个气球 这还倒真不至于 好吧 先说这么多吧 随便聊几句啊